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需要额外观照 观照这样子 下面 说起来谁来谁没来 可以给我一个 给我一点信号吗 告诉我 昨天没来的狙击手 让我看看大概多少人是新的 昨天一二三四五年 好 那么我尽量提问的时候少提问你们 除非问题特别困难 另外 姚老师没来 在那里怎么做到这个 因为我每次找姚老师 我就在最中间那个地方找 没找到我就在想 哎呀 姚老师今天不来 赵老师要赵姚老 对 我刚才一开始没看到她 我也心想 喂 姚老师 你一进来 我就心 哇 都是实 凉爽了 因为我的习惯 第一 是杀俗 谁俗 我杀谁 第二个习惯是杀生 杀谁 生是谁 学生 学生 对 大家心里有点 男的问题 杀学生 特别是昨天没到的学生 先回顾一下昨天讲到的 昨天 我们前面都讲了 对不对 背景啊 以及怎么去寻找问题啊 也讲到了要设计个课题 也给大家看到了原文 对不对 看这个原文 看他的严父的翻译 看 参考 宋先生的翻译 我们昨天说 要学会找出问题 跟着问题去研究 这个我们昨天的问题 我们把它归类到了这里 我们昨天找出了很多问题 就看那么短短的一个文本 我们可以找出很多问题 给我们几个启发 第一 研究 不需要搞一个很大的东西 一个很小的文本 我认真地去找问题 可以找出很多问题 第二 问题聪明的话 有深度的话 我们课题就好做一点 这是我昨天说到的三个问题 我觉得红色的是 我觉得愿意去做 又可以操纵 可以把控的 然后呢 又是我们数据可以支撑的 我们可以找到数据去分析 等一下我们可以拿这个来 拿这几个问题 红色的问题 来做示范 来展开今天的讲座 我们还说到数据 我们光研究文本本身不够 光研究刚才那个 研究的译文是不够的 最好还有比较 还有跟原文的比较 跟其他译文的比较 但更重要的一点 把它放在一个大环境里面去研究 把它放在一个思想的演变史 翻译的演变史 以及我们这个思路的演变 这个节奏和这个大环境里头去研究 所以我们要知道 人文科学的思路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我们说到起码有两个走势 第一 国际上比较注重差异 第二点 我们的标准 越来越多样化 从曾经的一个标准 变成两三个标准 变成多重标准 变成无数的标准 这种环境下 我们更多的关注个人的感受 和差异等等 翻译理论也一样 翻译理论也在演变 我们要把课题放在这个翻译理论去考虑 比方说我们说翻译 最起码一点 我们知道 曾经很关注忠实准确 一百多年前 开始关注对等 特别是灵活对等 知道准确达不到 那么灵活对等 到了六七十年前 开始关注功能对等 那么到了后功能 就有了后功能 功能以后有无数的功能 Katharina Reis 她区别的是三种到四种功能 informative, expressive, operative 加上multi media 到了后功能 到了后功能 就无数的标准 我们要在里面 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所谓后功能 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莫纳贝克给我们一个启发 他这个人 开始也是功能对等 出来的人 九十年代 逐渐他就开始把翻译 看作是一种讲故事 讲好故事的一种理念 后来他又发展到 把翻译视作改造社会的工具 这种新的理念 我也是这种理念 我对翻译最 这几年的定义就是 翻译的最根本的定义就是 You translate to change 以前是translate to be the same 我现在关注的是 Translate to change 下一步 往那贝克关系 就是 知识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和变化 我更进一步 我关注的是新知识的产生 所以 你要把我 你要把研究的课题 放在这个演变史里头 如果你把它放到了这里 或者这里 你这个论文写出来就很乏味 很过舌 放到功能这里 也还可以 但是 考虑到 严父这个人独特的地方 他改造了作品 他改造了社会 他的翻译影响很好 他到 如今为止 都是我们任何最伟大的翻译法 我宁愿把它放到这里 更新的一个阶段去讨论 这是昨天说的 我们昨天把 介绍 把文献回顾 把课题设计给讲一下 但有两个环节没讲 一个是 数据的分析 昨天没来得及讲 一个是个性化 叙事 右边的这些 我们没来得及讲 今天呢 有时间就稍不讲 我们今天先来做一件事 把昨天已经讨论过的东西 把它组织成一个论文 大家一起来做 怎么样 挑战一下自己 看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是否可以把它组织成为 一个论文的框架 一个大概的结构 如果你今天能做到 我相信 你回去以后 你可以借鉴这个方法 去操作你自己的 翻译研究课题去 我今天关心的就是 大家一起把论文的架构 给建出来 然后大家回去 可以应用这个方法 去实施自己的课题 我希望看到你 研究生论文可以 用这个方法去写 我希望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去考入博士 我希望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考到国外去留学博士 也可以 我也希望你将来 假设你去做公务员 或者做任何有影响地位的人 我都希望你用这种思路 去操作你的工作 使你成为一个 一个证据依据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人 这是我今天的目的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来做下一个共造论文框架 大家知道 一个论文 应该是有头有尾 对不对 有一个完整的结构 有一个完整的结构 那么我要具体说下去 除了所谓的一个完整结构以外 你还要知道它有什么环节 我在这里列出了几个环节 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再要 第三个keywords 然后论文本身 应该有个前言 英文叫introduction 后面应该有个文献回顾 那么我下一个问题是 还需要什么环节 其他的环节 应该摆在什么地方 特别是在座的学生 赶快来做一个 我们现场来做一个练习好不好 自己拿出一张纸 或者拿出手机 把这个结构 我这里已经列出来的 你写下来 然后补充进新的环节 把这个环节放在你认为 合适的地方 开始 两三个同学一起来做好啊 给大家五分钟 做出一个结构 应该有的环节写进去 除了这几个环节 还应该有什么 可以写英文也可以写中文 可以刘老师 两个字 站上来 干脆 帮帮忙 想落文的基本的结构 你看我这里已经有了那么多环节 还缺什么 那你就写进去 該寫在哪裏就寫在哪裏,如果你也可以寫在後裏,反正你就該寫在哪裏,告訴我,應該寫在這裏吧,OK,那寫,那寫。 這個和剛才那兩位同學的相比,我覺得有同工異曲之妙優點,有些實用的比他們更加的專業一點。 比如說analytical process,比analytical body要強。 還有一個特點,你們考慮得比較周到,知道,比如說寫conclusion的時候,也要寫出課題的局限,對不對?這個考慮比較周到。 但我提點,這個也屬於細節,整體就叫literature review,這個段落叫做literature review,細節應該有,但不需要寫在題目裏。 下一個問題,這裏還缺什麽波,大家想一個標準的論文裏頭還缺什麽波,黑衣服那位同學說一下。 Acknowledgement,應該寫在哪裏?寫在最前面,最後面,中間?寫哪裡? 你不說,那我就先寫最後一遍吧。 也還算重要,誰幫了你,誰給了你資金。如果沒有,那你就可以不寫。 所以呢,說起來,我把它當作四等重要,換一個顏色。還有沒有什麽必須的? references,很重要,應該寫在哪裏?寫在第幾? 第六?references。 OK,很好。那我們先解決一個問題。 按照昨天的鋪墊和我們今天的討論,我們references,大家猜想一下,必須寫什麽作品或者人在這裏? 誰?嚴富肯定有,因為我們說到嚴富的藝文,對不對? 那麼,嚴富的中藝,還應該寫必須的,因為按照我們的思路,大聲一點,你來著,原文的。 Hux,那個原文那個人叫Huxley,還應該有誰? 宋先生。 宋先生,如果你使用了他的藝文作比較,應該有宋先生。還應該有誰? 理論的應該有誰?最起碼的。 Monna Baker應該有。 Baker應該寫在1還是2還是3,目前來講。 為什麼寫在3,為什麼寫在1? 在成為國內的。 好,那假設英文都放前面,但是我推薦你特別在中國,他中文放前面,在國外英文放前面。 那麼,Baker應該放前面還是放後面?Huxley的前面還是後面? 前面。前面。 Baker,還應該有誰? 還有一個我求求你們放進去,你才是誰? Nighter。 Nighter,對。 為什麼要放Nighter? 他最早提出什麼? 對的。 那你說,嚴復的理論,或者嚴復的做法,超越了Nighter的對等,對不對? 那很好,那你要講到Nighter,你要有Nighter在裡面,對不對? 還應該有誰? 還應該有誰? 你要想,當你講到行動翻譯,翻譯改造世界的時候,你要有這方面的理論支撐,對不對? 那麼,這裡無論有誰,你都盡量放進去。包括我,我也寫。那你找不到了,你就只好幫我,對不對? 那麼,無論從影響力,還是從拼音、字母、順序,我都應該放在Mona Baker的後邊。 還可以放誰? 我們自己標榜我們是後功能的思想。 那麼,你應該說,他不僅僅超越了對等,也超越了功能。那麼,很可能你要參考Rise,很可能你要加上他的文獻,對不對? 還要放誰? 我們昨天說的嚴復,不僅僅是異議者,也是改變社會的行動者。 他也是個學者。而且,忠實、準確的理論就是他聽出來,信他樣。 那麼,你還可以去引用他自己的書。 那就包括嚴復。你看,大家都說,不知道引用誰好。只要你有了思路,你看你引用的人,我們基本上已經說出了四五五六個了。 基本上,國際上,一篇好的論文。我心目中我有一個平均的標準。我希望引用二十到三十個。 下一個問題。 引用。你們更傾向於引用書,還是引用學刊。什麼更好?認為專注更好的請舉手。 一個,就一個,就一個,兩個,認為學刊比較好的請舉手。沒有,一個,兩個,平分秋色。其他人都不引用啊。你們都是兩個我支持誰呢? 我這樣說吧。我的習慣,引用書的話,我引用最經典的。無論多少人。包括,比如說,亞當史密斯的。 比方說,如果講中國的翻譯理論。我寧願引用嚴復的。因為它是經典的書籍。學刊呢?你覺得願意引用經典的還是不那麼經典的? 很歷史證明,但還是比較新的。學刊呢? 學刊,我傾向於引用最新的。最新的很多學刊裡頭,假設都是最新的幾本學刊,你會,還有什麼挑選標準? 影響。當你講到影響因子的話,那麼,我去挑大家的。 比較成名的學者,出版的論文,在比較好的論文。還有沒有其他標準? 目的性。 目的性。什麼目的性? 目的性。目標期刊,太聰明了。 我的目標期刊是這一二三四本,我就著重引用這一二三四本。為什麼? 因為我在做大自己的學術圈子。 其次,你在對這個編輯的主編說的好聽點就是共建學術圈,也是表示尊重。 假設你的目標期刊,你從不引用它的話,我告訴你,編輯不太可能用你的論文。 這一點很重要。 自己要熟悉幾個期刊,經常投稿的期刊,我要最好引用。 否則,一時一時也要有。 那麼,你看我們今天這個論文框架搭出來了。 而且,已經把references給解決了,對不對? 除了,我們已經解決了文獻回顧,文獻參考這個references這個段落。 我來加入我的一些評估好嗎?看法。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把theoretical framework改成,你們猜改成什麼? research design,改成課題設計。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大家都把這個段落叫做課題設計。你把它寫出來以後,表明你是訓練有數的人。 其次,還有一個重要性。提醒我,作者,研究者,我是在做課題。我關注的是我的課題的設計。 下面,analytical process。你猜我會說什麼?我會有一個我認為更恰當的詞。你們猜是什麼?analytical process。我會把它叫做data and analysis。我會把它叫做數據和分析。我這種改法。大家有沒有意見?有沒有問題? 特別是什麼? 實證。即使我們做的是智性研究。即使我們做的是文本分析。我們也要把它實證化。要讓人家去接受我們做的是一個系統的實證的科學。我們確實也是。所以它的實證感覺比較強。 我們再來做一個具體的工作。現在我們再解決下一個問題。 現在我們再解決下一個問題。 我們要清清楚楚地把research questions寫出來。要把research questions寫出來。看見大屏幕差點去那裡打。 還有呢?research questions出來還需要什麼?research methodology。研究方法對不對? 還需要什麼?suggest。 還需要什麼?suggest。 對!這個研究的對象對不對?suggest。非常好。實際上它應該放在這個data裡面。它屬於數據。誰提供的數據對不對?很好。 還有呢?在我看來。有這三個是最起碼的。你還可以因而。比如說我經常做的是實證研究。我會。比如說我在某本大學做的。我會把這個context也寫進去。 三言良語講。我是在大學。什麼學院。什麼學生。多少留學生。等等。 氛圍下做的這個。那這個我們先不說。OK。解決下一個問題。 昨天。昨天我們已經說了很多research questions。如果我們假設選擇這三個紅色的問題的話。可能還要加上一個問題。有什麼證據。有什麼證據說明它不準確。可能兩個可以合成一個。 但是也可以分開。假設這四個問題。大家把它轉換成英文。寫一寫好嗎?把這四個改造成英文問題。 實際上。我寫論文。我就最簡單的方法。就直來直去。說本課題。設計出來。就是為了解決下面幾個問題。 那這個。你可以把這四個問題寫出來了。 好吧。 是。 It's not to be accurate. Choose to be different. 这四个问题很简单,对不对?那么你下面就继续做下去就行了,对不对? 你的论文就继续把这四个问题解答了就行了。 这个就叫做问题先导的课题或者论文。我把它也写到这里来。 你看,这个论文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个小的部分。 一个是references,一个是questions。 在我看来,做论文就是每天去思考问题,把每一个小的环节填补出来。 你的论文最后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性的科学论文。你就有机会发表。 关键是你要一步步地把这些环节给完成。 我们下面继续完成几个环节。 比方说这个。 大家根据昨天的讨论和铺垫说一下,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 我听见有同学说智性的。智性研究。 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点,什么智性研究? 文本对比,或者我们可以先说文本分析。 还有什么? 对,这两个方法就是我们昨天和今天说到的方法。 我们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分析。对比宋先生的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对不对? 这就是textual analysis。 但是我们昨天说了,除了文本,我们还要去解答这个问题。对不对? 这两个问题,明显的文本分析是帮助不了的。 还有什么方法可用? 这个应该叫什么方法? 有人说文献,是吗? 你说的是历史,都有道理,但不够精确。 我们是用一种回到历史去看文献。 这个应该叫什么? 什么? 语境。 什么叫语境? 这个应该最起码叫做critical review. 。 We critically reviewed second hand data about someone. 这就是我们的方法,对不对? Critical review. 还有呢? 根据critical review,我们根据critical review,得出什么结果? 说出什么? 做了什么事? 首先说,我们为什么去做critical review? 我们为什么要查,严富的传记,专栏,论文,人家对他的描述,对他讨论,为什么要这样做? 除了做critical review,我们要找原因。 找原因,找原因这叫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行为? 规因,推论等等,对不对? 猜测,推论,逻辑推理,对不对? 假设,然后验证这个假钉。 那么你就把其中的一两个重要的环节写出来。 我们做的就是, on the basis of the critical review, we made assumptions, we made speculations, 推测,对不对? 那你要讲清楚, 假设用speculation, 那你说based on critical reviews, 那你就把这个东西给说得很清楚了,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我们把研究方法的三个方法又写得很清楚了。 我希望, 你起码可以这样子说, my investigation adopted three methodologies. 第一个,textual analysis. 第二个, we conducted critical review, we review什么什么。 第三个, we made reasonable logical speculations, based on critical review, and textual analysis. 那你就把你的方法给交代清楚。 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下, 第一点, 我们说我们做的是一种智性研究, 而且是文本研究。 你能把这个文本研究说得更清楚一点吗? 很多人写论文说, 我用的是话语研究, 文本研究, 但是他没交代清楚, 你到底用了什么话语研究? 用了什么文本研究? 你没把它交代清楚? 能不能交代清楚? 比如说, 那你说你文本研究, 你能不能讲得清楚一点? 文本分析。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大家能不能讲得更清楚一点? 是什么样子的文本分析? 有什么步骤? 能把步骤讲清楚吗? 那位男生, 好像有话要说是吗? 我觉得那个, 原文和一文心境的对抗, 就是他的一个。 对, 那你可以说, 我们对于, 首先建立在直译的literal translation, 对不对? 这种基础上, 我们还提供了back translation, 这种回过去的, 来比较一下, 译文和原文, 文字, 文字的结构, 句子, 对不对? 你这样子就说清楚了, 很好, 这个方法。 你说, 我们比较了译文和原文的语言结构。 我们假设, 他要求的是性达样, 那么我们要去看, 通过这种比较, 他有没有达到性达样。 这就讲清楚了, 对不对? 很好。 更好的就是你可以说, 我们不仅仅进行了文本比较, 而且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哪里? 我们现在说重点, 这个文本比较, 我们重点是放在哪里? 关注什么? 译文。 译文的什么? 有没有删减。 有没有删减, 具体的, 对。 有没有删减, 有没有增加, 有没有改, 那你可以用一个术语把它概括起来吗? 我们的关注重点是差异, 很清楚, 对不对? 我们关注了有多少种差异, 很清楚, 对不对? 每一种差异的规模有多大, 对不对? 那你一下子就把这个研究方法讲得清清楚楚。 你只要做到这个水平, 我相信你的论文可以在任何地方, 关键是你要把它想清楚, 我到底做什么? 怎么做? 然后把它写清楚。 关键, 用学术语言把它写清楚。 你一定可以发表。 诶, 我觉得你们太厉害了, 反正research questions也解决了。 我们现在解决了, 你看框架搭起来了, 三个, 我们把我们解决的东西都变了颜色, 看看我们的成就, 给大家一个选择。 下边我们解决哪个环节? 第四个。 大声一点, 那个你来。 Data, 你也是。 第四个, Data and Analysis。 好, 我们来关注第四个。 这个叫, 它不应该叫章节, 因为chapters,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我英文叫section, 中文应该叫什么,section。 什么? 一小节。 那一个节段吧。 第四节, 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 数据和数据分析。 好吗? 先头脑风暴一下, 在文本分析里边, 怎样分析数据。 我们没有数字了, 对不对? 我们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分析数据, 比方说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作为辅证, 例证, secondary evidence。 你可以说, 你看, 岩父的多少字, 123456, 可能120个字吧。 你看宋先生的字, 一看, 200个字吧, 250个字。 你可以数字上比较, 那这就是一个分析方法。 我给他进行一种量化的规模比较, 对不对? 我甚至可以比较, 他用了多少成语, 一看, 哎, 没用几个。 一看这个谁, 成语, 多了很多。 那你可以数字比较。 但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智性, 文本本身。 那么, 我的挑战给大家的问题来了。 你怎么进行智性的文本的分析? 怎么分析? 怎么显现出来你是进行了思考和分析的? 用什么方法来表现出来你是一个分析的过程? 提取关键, 关键词分析很好。 它是一种, 我们起码先说一种可能性啊。 第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 实际上就是话语分析。 希望你以后多向潘老师讨教, 他会给你很多启发, 话语分析。 你说我专门分析他的话语, 有道理, 这是一个可能性。 如果你在这里用话语分析的话, 我提醒你一点, 你的research methodology, 你要加上我在这里用了话语分析。 刚才说智性研究文本分析, 你还要加上一个叫做discourse analysis, 话语分析是一个可能性,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智性法, 文本的方法, 还有没有? 我给大家提两个关键词, 这两个关键词很重要, 对于智性分析。 你要学会这两个, 你在这个社会上, 在学术圈子里, 都有多走一步的可能性。 第一个关键词叫切割, 第二个关键词叫分类, 很重要很重要。 否则的话, 这个世界对于你来讲, 看上去就混沌的一片, 你要学会把它, 一个很庞大, 很混杂的世界个体, 把它切分成不同的段落, 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分类, 什么叫做分析? 文本研究里的分类就是分析。 你看, 连这个词都很接近分类和分析。 我们刚才说到, 译文的差异, 现在来考一考, 两个词里头, 只要你会分类, 实际上就是切割。 那么我考一考大家, 我们关注点在差异方面, 大家能不能区分出来几种差异。 只要你把它合理的, 逻辑性的, 区分出来差异的话, 你就可以完成数据分析了。 刚才余老师说的, 三简是一个类别, 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其他类别的差异? 刚才您说的三简是一个, 还有没有其他的? 找出来就告诉我, 可以吗? 切割和分类。 第一种, 刚才说有长度, 句子长度, 还有改写, 还有什么? 刚才有人说, 你们说是什么? 从什么改造成修词? 偏正结构改成四字。 什么叫偏正结构? 就是这样的词。 啊, 那我宁愿说加上了修词, 因为偏正结构我用英文不会讲它, 证明它不是一个国际修词术语, 中文特色。 那我们就宁愿变成, 增加了修词。 特别是, 特别是成语, 对吧? 四字成语比较。 刚才有人说, 谁说增加了语言还是减少了语言? 谁说? 你刚才说减少三点。 我再补充一点。 实际上我们在写作过程中, 各个环节是不断完善的过程。 我们在分析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 我们其他环节漏了点什么。 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时候, 关注的是差异。 那么references 里头, 刚才references 里头, 应该去寻找一些差异方面的文献, 加以引用。 在literature review 里头, 也要加入我们对差异。 我们可以说, 传统社会关注的是统一。 现代学术关注的是多元化和差异。 我们专门去研究了什么叫差异。 法国人说什么。 比如说, 德里达说什么。 对不对? Lagin说什么。 那你就可以, Literature review 里头也加上一个。 然后这里头呢, 这个references 里头也可以加上 Derrida, 等等。 对不对? 那你这个论文就会不断地完善过程中。 我先说差异。 切割和分类。 我们现在说出来了五种了, 对不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 视角转换。 实际上你说的这个和他们说的有一点相似之处。 他们说, 最后一句, 别人原文描述的是客观世界自然。 这里改变成了说自己和对读者说话。 对不对? 这是你, 我觉得跟你们说有相通之处吧。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点, 视角的改变, 或者说世界观的改变。 刚才您说还有一个, 我把它叫文体吧, 等一下,文体。 我先强调一个差异, 就是所谓的世界观的改变。 大家猜一猜我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个是原文,对不对? 视角方面, 就是对一个事物进行的学术散文性的描述。 对不对? 我们把它叫做academic prose, 是一种description,对不对? 你再看一看原文, 原福的译文, 你会发现几个特点。 第一, 除了你们刚才说的修辞, 四字成语以外, 还有一个特点。 他有点像中国人写的对联, 对不对? 像不像对联。 左边几个字, 右边也几个字, 左边讲一套, 右边讲相应的一套。 比方说, 怒生之草, 焦家之藤, 就相对, 像对联一样, 对不对? 是如征长相熊, 各居一泡, 攘土, 也是像对联一样。 下雨未日争, 冬雨延松争, 又是一个对联。 对联是我们看世界的方法, 有什么特点? 对联。 亚运, 还有呢? 对世界的一种结构化, 怎么个结构化法? 二元化分。 二元化分, 而且是对称, symmetrical和dichotic, 对不对? 把世界分成两个极端, 男女、天地、东夏等等, 对不对? 你看, 他的译文实际上是改变了原来的简单描述。 他给这个文体加入了两分法看世界的一种世界观。 有没有问题? 对我这个说法。 换言之, 他在翻译的过程中, 增加了一个两分法, 增加了一个对立看世界的方法, 把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看成一个黑白世界。 对不对? 原文有对立的话, 那么你可以说他承袭了这个, 不过他用我们的对称表达法或者对子, 把它渲染了或者强化了, 强化了两分法。 还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你看后边, 你看这些原来没有两分法的地方, 它加上了两分法。 你看就包括这些, 这个可能原文上面有有鸟兽, 下面有乙怀, 原文有, 但是你这里加上边有, 下面有, 把它强化了。 加上这个焦翠孤虚, 玄生玄灭, 也是强化了这种两分法。 这说明, 这说明往常理论积累的重要性。 首先说一下, 这个世界上的书现在太多了, 我们是看不完的。 大多数引用都是有重点的去引用。 我要看Difference, 我去查书, 看谁在这方面是一个最著名的学者, 我去引用它, 就行了。 不需要把德里达, 富科, 鲁迅的书从头到尾看一遍, 不需要, 你也没时间。 作为一个好的学者, 你最好有几本经典的书。 我举几个例子, Adam Smith的《国富论》, Michael Foucault, 查他的书很难懂, 但你查一两本自己能懂的书, 看一看。 或者Judice Butler, 一个美国的女权主义者, 或者Darida, 或者Lagan, 或者Roland Bars, 你有几个经典的书放在家里, 没事就翻一翻, 这个很重要。 再一个, 开会去听别人去怎么讲这些人的, 讨论这些人的, 去参加一些读书会讨论会。 在自己的思路上有一个积累很重要。 这些书是要经典的。 两种, 留在家里自己买的, 就像我们说的工具书一样的经典书。 第二种, 就是新的刊, 我不需要买, 我随时可以找到就行了。 OK, 这是大家找出来的七种分类。 你甚至可以找出十种分类。 我再假设一下, 还可以找出意义, 或者信息差异。 某些信息不见了, 某些信息增加了, 某些信息改了。 还可以, 比如说, 昨天有人说, 第二句增加了足语, 比如说把它语法化, 甚至还有更多。 那么我的问题, 我要给你一个提醒。 当你的分类很多的时候, 说明什么? 没有重点。 分类不够完善。 最好的做法是, 有三、四、五种主要的分类。 而且分类之间尽量少重复。 这里大家可不可以把重复的分类, 合并在一起。 有哪几个是可以合并的? 合并完以后, 把它叫一个什么类别? 内容, 很好。 内容, 英文叫什么? content, 对不对? 当你说content发生变化的话, 很好。 但它这个语言不够学术性, 应该用一个什么学术性的语言, 文字, 概念。 应该叫做Messages, 或者Information。 Info, 或者Messages。 Messages发生了变化, 你可以举几个例子。 只要你说, 这个论文怎么写。 现在, 我会展示了论论论论。 基于论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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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你可以给例子。 这就写出来了, 对不对? 非常好。 那除了Messages, 还有什么? 第二个分类? 什么? form, 非常好。 结构的变化, 非常好。 这个结构本身也可以包括语言, 语言结构。 那么这里有哪几个可以, 进入到这个form, 或者语言的变化。 第三, 第四, 三减可以进去, 对不对? 三减。 长度也可以进去, 对不对? 长度改变了。 还有什么? 语法更完善了, 也可以语法完善, 对不对? 为了省地方, 我把完善也去掉了。 然后你看, 这些可以去掉了。 你看, 你变成两个。 意义信息可以放到前面去了, 对不对? 对。 意义信息可以放到前面去了。 还有什么可以合并? 三改写这个, 三改写这个。 三改写这个, 这个掉了。 改写, 还有改写。 那我觉得还不如把文体单独留下来 因为文体和语言是两回事 风格和语言是两回事 风格和文字是两回事 所以我就宁愿把文体留下 那么第三个可能是文体 文体就包括什么呢 包括增加了修词和成语 然后把描述呼吁等等 对不对 这都属于文体的改变 最后有一个视角和世界观的改变 你把每一个分类的类别写清楚 你就要带有四种类别 第一种类别是什么 有这个这个 你甚至可以组织一个小表格 把这个证据给呈现出去 第一个类别写完 写第二个写第三个 而且最聪明的写法 四个种类的描述是一样的 第一个类别跟Messages有关 包括这个包括那个 第二个类别跟语言有关 包括这个包括那个 每一个类别的写法 结构和语言表达是接近的 让人家审稿专家 一目了然知道你讲了四种类别 四种类别的是什么 有什么例子 你有足够的实力 说明了 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分析了 有没有问题关于分析 Data and Analysis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我就讲完了 我觉得这个论文你看我们四个部分做出来了 你们很厉害啊 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把它发表的就是学术论文 我们发表在期刊上那种 就感觉会不会太多的 有类别啊 四个类别不多 在我看来三四五个最好 再加上例子啊 你最好把它组织成表格 比如说三减一二三 增加一二三 这个表格就很简单 就是说让人家一目了然 知道你说什么 有什么实证的例子就行了 写论文要避免很复杂 很漂亮 很长篇大论的语言 你把你分析分类的结果 呈现清楚了 就是最好的论文 最后还有二十分钟 你们有个选择 或者我们来互动 问答 或者我们把literature review 讲一讲 或者把introduction 讲一讲 就是每个人观众的点 我就不一样了 但是作为对分析人 你分析的时候 就像是这四个点 那么如果说我找到的地震 假设说我第四点 找到的比较少 那么我写出来 那我的比重不是会有点 会有点不协调 这样子是不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子说吧 数据是死的 在那里 我们人是活的 学术规范比较死 但也有灵活度 我可以说 我找到大量的证据 来支撑前面三种 但是有一种 虽然少 但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很重要 我要把它放在这里 这就解决了 我要补充一点 这里说的是四种 假设 我从你的这里 引伸出去 每个人有自己的视角 你可以去 不关注文体 你可以去关注话语 像刚才于老师说 我进行话语分析 那就改变它就行 我是另外四种类 一二三加上话语 那我在literature review里头 补充literature review 这个话语分析的文献 就行吗 希望回答您的问题 好 谢谢老师 我觉得很不希望您的学 中文老师你好 我向您请教一下 就是你讲讲这几个部分 那如果是比如说 一个大概一万字左右的论文 那前面上的部分 我说一下 我把数字打出来 通常情况下 一万字的论文 这种学刊很少 哪里有呢 比如说每个国家 有几个 比如说澳洲 有一个中国研究 叫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由ANU澳洲国立大学出的 它规定它的论文长度 是一万到一万三千字 大多数的学刊都是 比如说我发表的大多数论文 都在六千到八千字之间 最常见的是七千 在我看来 每个杂志有自己的要求 但常规来讲 英文来讲一百五十字 Keyword大概是四个到五个 Introduction 假设无论你多长吧 我就要按照比例来写 好吗 这个Introduction 大概是百分之十左右 Literature Review 大概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Research Design不到百分之十 然后 这个应该是百分之四十左右 Conclusion应该百分之五 也是不到百分之十 你加起来你会超过百分之五十 那我就把它写小一点吧 Conclusion百分之五 这个Literature Review百分之十五 Introduction也应该是百分之五 实际上又比百分之五多 所以呢 你们自己去references 一般是我自己喜欢 二十到三十条 少了证明你读书不够 多了证明你没有自己想法 我最怕 我看有些深稿 一看 哇四页只得references 我就不喜欢让它通过 加起来大概多少 现在加起来 五二十三十五四十八十 八十五 那我们还可以再加点 那还是恢复吧 这个Literature Review百分之二十 那是加上 Conclusion五到十吧 大概是这个篇幅比例 这个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老师你好 这是我自己 练成了那样的 练习的那个部分 然后呢 我通常 比如说自己 画分了几个点 但是我在想说 这个画分 确实是 就是要怎么来画 就像刚才老师 画分了 比如说 Info Messages Form Style 还有这个 摄像 然后这四个方面 可能就是 我是要 在画分完之后 我要自己什么样子来 就是我为什么 你说的是分类的依据 对对对 和可信度 对不对 对对 有几个考虑 第一 跟随大众 对不对 人云亦云 大家都分语言文 内容和文体分类 第二 自己要表明 是自己的分类 虽然人家也分语言文 但是我对他 要有自己的定义 但定义呢 我今天没有机会 在具体的学术写作方面 就是中国学生们 缺乏一个定义的能力 第一 分类的内容学法 第二 定义的能力 什么叫做能体 要给他一个定义 你定义讲清楚的话 你的分类就有效 任何类也不是先天定下来的 第一 大家有关系 第二 是我合理 逻辑 推理的 整个定义 就是我们复杂卫院队的 第一要求 录人有什么要求 发表几天录人 一天是不是啊 那祝福大家 我们今天已经有半数半点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庄老师 我们知道 然后呢我们后面来做的就是 回去把这段篇录人写出来 再改出来是这样的 乐伦必须是写出来改出来的 呃 这是第一点 我觉得非常的数换很大 我看大家数换很大 第二点我常说的就是 我觉得 中老师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研究思路 一个写作一个流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 中老师从这个 不管是原学 原学 翻译是从文本 语料 试着浮发 以一个问题为了想 然后呢 一个问题 字幕 问起历史 然后呢 从一个框架 以后以后按照具体的一个超越流程 是一个心智障的 非常以后 针对性的一个指导意义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 写这个小浪文 它是最后的大浪文 包括以后都国呀 出国呀 包括到公园 我觉得都非常有指导意义 第三点我上 三次就是 我觉得一个人 非常优秀的人 以思想和与宝费非常好 关键的是 能与大家共分享 而且毫无保留的 跟他们分享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 我觉得 郑老师是功德无量的 这样这个 郑老师两天非常辛苦 一直是激情练义 让我提议我们大家 以热爱的感受 感谢郑老师